嗨 2022年全球陷入了近50年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当然也有些国家赚得盆满钵满 你说怎么能源一夜之间就这么短缺了 欧洲怎么就那么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为什么今年又被疯狂啪啪打脸 美国 中国 印度 中东 在这里边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里边有争斗 有博弈 也有巧合 赶紧一起就来看看这个能源危机 它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天然气作为一种化石能源 它比煤炭和石油燃烧效率都更高 也更清洁 随着技术进步 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直线上涨 已经能和石油煤炭三分天下了 而天然气已知储量最高的国家就是俄罗斯 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2021年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产出国 也是全球第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现在俄罗斯国有的油气公司叫Gasprom 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你看俄罗斯出口到欧洲那些天然气 都是这个公司在负责 总之就是Gasprom和它背后的俄罗斯 就是天然气界妥妥的大地主 咱再来看看俄罗斯边上这帮欧洲国家 二战之后1960年代 西德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 就非常需要能源 然后旁边的前苏联那时候恰好又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 一边需要能源一边想靠卖能源赚钱 而且两边就离得不远 一拍即合 但天然气这个东西吧 它有个比较烦人的特点 就是不太好运输 你想天然气是气态的 你要就拿汽车那么一车一车运 第一是效率太低 第二还容易漏气 当时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液化天然气技术 所以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其实就是管道 建管道的经济特征 就点像我们每个城市的基建 初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时间很长 少则两三年多则要六七年 但你建好之后 编辑成本就很低了 你就没事维护维护 查查打漏气什么的 正是因为它这个特点 所以天然气交易 最经济的方式 一般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或者是地区和地区之间 就签那种特别长期 比如说十年起的大单子 很少我那种 说你现在两口气 我尝尝这种小打小闹的交易 所以说当时的西德和钱苏联 就在1970年 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长期的天然气协议 钱苏联通过管道 把这气卖给西德 建管道的钢铁 是要由西德来提供 最终历时三年 1973年 这个管道终于建成了 就这样 天然气最大的出口国 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就搭上了 在之后的20年里 即使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即使美国总统里根 一再跟欧洲这些国家说 你们少用前苏联的气 这对你们不好 但欧洲各国 依然就越来越多的 开始找前苏联买气 毕竟这么便宜 又这么清洁的能源 可以这么双通无阻的 输送到厂子里 送到家里真的是太爽了 尤其是80年代 两次石油危机之后 欧洲就更想摆脱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所以也就更重视了 前苏联这边的天然气 到89年 柏林墙推倒的时候 整个德国有大概 三分之一的天然气 都来自于前苏联 但管道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得保证 你途经的各国 都在控制范围之内 从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大部分 通往德国的管道 都要途经乌克兰 这地缘政治风险就很大了 我要分散风险 我就得建一些 不经过乌克兰的管道 于是俄罗斯又陆陆续续 建了几条管道 通往欧洲 承载量最大的管道 就是北溪一号 它是通过波罗的海航 直达德国北部 不经过中间其他任何国家 那这些管道都建成之后呢 天然气的运输编辑成本 那是相当值得 整个欧洲都沐浴 在俄罗斯便宜的 天然气氛围当中 而俄罗斯呢 基本就等于躺着赚钱了 我跟你说这人吧 就人性的弱点 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到了国家层面也一样 这欧洲呢 慢慢它环境好 它就开始居安 它就不思维了 英国在2000年初的时候 就把大部分海上的游警 就直接停掉 就扔那儿了 那奥地利英国 还有别的欧洲国家 直接把很多天然气储存厂 就给关了 因为维护成本确实太高了 反正俄罗斯那边 那么便宜的天然气 随时随地就运过来了 你说我还自己 费那么大劲 开采储存个什么劲呢 这是英国 德国的天然气产量 基本从2000年之后 就躺平了 再加上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 让欧洲就开始忌惮 核电站的潜在风险 法国就把所有核电站 全停了开始减修 直到现在 还有一半不能使用 德国这边就更激进 直接决定停掉 全国所有的核电站 这些都导致欧洲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 依赖度逐年上升 从2010年的26% 上升到了2019年 超过40% 而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德国 有超过50%的天然气 都是从俄罗斯进口 就这他们还嫌不够呢 2018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俄罗斯讨论 要平行与北溪一号 再建一条北溪二号 现在都已经建好了 要不是之后发生的事 早就投入实用了 其实特朗普早在 2018年的时候 就在联合国的会议上 警告过德国 说你们现在太依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但也就是因为这话 是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 所以当时德国在场的官员 也就不屑地笑了笑 现在看来还挺讽刺的 你说欧洲 为什么要打这么重要的能源 将近一半都依靠在俄罗斯上呢 经济利益肯定是一方面的原因 因为它又方便又便宜嘛 其次其实欧洲人 他心里也清楚 就俄罗斯是非常需要 欧洲人这个大客户的 你要知道 俄罗斯政府 其实有45%的财政收入 都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80% 你看80% 都是输送往欧洲的 那欧洲人自然觉得 我们是甲方 我们是大客户 强势方 不用太担心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绿色能源运动 我们知道 欧洲是最大力倡导 推动绿色能源 来避免全球变暖的 16年巴黎协定之后 欧洲各国都在尽力推动 全国的清洁能源的普及 那欧洲人知道 再过个二三十年 我就不怎么需要化石能源了 就可以摆脱被俄罗斯 中东牵着鼻子走 现在依赖一下 也就是暂时的 所以你看 现在的大背景 其实就是欧洲在大量降低 对本土化石能源的开采 投入清洁能源研发 但同时还非常依赖 俄罗斯这边的天然气 这就为近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铺好了刀 2020年 全球进入居家模式 你想大家都被锁在家里 工厂也停了 化石能源的需求自然暴跌 因为像石油天然气这种 它的油井 不像我们水龙头那样 可以控制量 说你想要多少接多少 不想要拧上就行了 它是你一旦钻出来 这石油和天然气 就会不停地往外涌 你要想暂停 那得费很大的劲 而且暂停之后想复产 不光是时间要花得多 还有不小的概率 可能再也挖不出来了 所以一般像油井这种东西 挖通了就会一直用 要是需求少了 那我可以少开采几个新的油井 这样来控制它最经济 但你想啊 开采也需要时间 所以它控制产量的问题 就滞后性很严重 你要是想提高 或者减少供给量的话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不然你开采出来 就在那存着 成本其实也很高 所以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需求这边突然减少 那这些石油出口大国 一下看石油都砸自己手上了 俄罗斯和沙特 就来了一小波价格战 当时一度原油期货的价格 都跌到了负数 各国赶紧开始调整石油的产出 把价格稳定到了 差不多40美元一桶 结果到了2021年 各国精致开始恢复了 大家都在家里憋了一年了呀 好不容易放出来 那不赶紧出去吃香的 喝辣的 度个假捋个油闪 所以呢欧美就迎来了 报复性消费 哎 报复性消费哈 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也就增加了 得你看俄罗斯中东这边 刚把供给量降下来 你又给我来了一波 报复性消费 完美的错过了循环 这能源一下就从过剩 变成短缺了 中国和印度都在2021年 下半年遭遇了煤炭短缺 印度甚至有多个城市 都发生了大面积断电 需求的激增 碰上供给的减少 就会导致价格的上升 从2020年11月 到2021年11月 石油的价格翻了一倍 涨到了84美元一桶 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本翻倍啊 那势必会导致通货膨胀 而且还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所以2021年底的时候 各个国家就已经经常 开始讨论能源危机啊 通货膨胀啊 不拉不拉这些 不过说实话 到这儿呢 其实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能源危机 就只是短期内供给和需求 不匹配导致的一些 经济动荡和通胀 你想在21年那时候 油价正高呢 全球能源大会上 欧洲还是在大力推动 减少碳排放 准备大面积关闭 煤炭工厂呢 等后来真严重了 你看现在还有人提这茬吗 是吧 时间这就来到了2022年 就跟之前第一次 第二次石油危机一样 真正引发大面积能源危机的 还是战争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 美国和欧洲 立刻对俄罗斯进行了 非常严厉的经济制裁 包括冻结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冻结了俄罗斯央行 一大半的外汇储备 把俄罗斯从Swift金融交易系统里 剔除出去 这种商品限制等等 但我们也提到过 俄罗斯的命脉就是化石能源 关键还是在石油跟天然气 欧洲一想 虽然我是很需要俄罗斯天然气 但俄罗斯天然气 大部分都是卖给我呀 我可是支撑了 他们财政收入将近一半 那他应该更需要我 我才是这个能源交易的主导啊 于是欧盟就宣布 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能源制裁 要在2022年减少三分之二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 到2027年能够完全摆脱 本来已经建好的 北溪二号管道也不用了 意思就是看看啊 你们要再不收手 我这个大客户就要走喽 真的要走喽 好 欧美这一大波狠话放完哈 结果如何呢 反正商敌多少还不好说 自损八百肯定是没跑了 当时本来就能源短缺 再加上战争的影响 从三月份开始啊 石油价格直接就被干到了一百以上 咱们别忘了哈 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全球就已经开始通胀了 这下战争和制裁这么一催化 直接就引发了 全球近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大通胀 欧盟和英国啊 通胀直接就飙到百分之十左右 第一的欧洲本身都面临 经济衰退的风险 还不得不加息抑制通胀 美国这边呢 一方面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 另一边呢 也是之前过度财生刺激 通胀直接飙到百分之八 就让美联储跟开火箭似的速度 开始加息 这就一下子通过美元 把紧缩政策蔓延到了全球 而同时呢 天然气又是非常重要的 制造化肥的必需品 你比如说德国有一家 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制造商 巴斯夫 但这一家公司 天然气消耗量就超过了整个瑞士 他们就不得不因为天然气价格过高 而永久性地缩减了欧洲的化工产量 这种化肥产量的缩减啊 又间接地导致了 2022年全球的粮食危机 得 那俄罗斯呢 你说最大的客户都给你翻脸了 说不买你东西了 那你是不是得很惨 经济上啊 俄罗斯受到的冲击肯定是不小 但咱们就说能源吧 咱单看能源部分 你想这时候全球能源危机 石油天然气都很短缺 就连美国总统都去求 沙特王子增产石油了 油价翻了一倍多 你想想这个危机的严重程度 所以虽然美国和欧洲 可以放狠话说我不买了 但只要不是全球都在制裁俄罗斯 那总有人买 对于俄罗斯来说 天然气肯定不太好 转手就卖给别人 因为毕竟要靠管道运输 但石油我可以很轻松的 就卖给别人对吧 你可别忘了 俄罗斯不光天然气 它也是石油的第二大出口国 仅次于沙特 欧美一旦开始制裁俄罗斯 不买它的石油天然气了 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 就得被迫降价 这对于其他想买的国家来说 那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就蜂拥而至 像印度 中国 连沙特都开始大量买入 俄罗斯的廉价石油 你看这是今年中国和印度 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二月份战争开始之后 就全线上升 尤其是印度 从年初还是零了 到现在都好将近 一百万桶一天了 中国和印度加起来 已经超过欧洲 成了俄罗斯最大的 石油出口对象 再加上现在高油价的环境 所以预计俄罗斯 2022年出口能源的收入 将达到3375亿美元 以2021年还增长了38% 但从能源这一部分看 俄罗斯不光没被制裁 反而大赚了一笔 这就让俄罗斯在能源这儿 有了底气 那我还怕你制裁吗 对吧 你不是想降低 我的天然气进口吗 还好我成全你 你想要我还不给了呢 看咱俩谁怕谁 你看这是欧洲今年上半年 每天通过各个管道 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量 能很明显的看到 这里边量最大的 就是绿色的这个 就是北溪一号 基本上一直处于 饱和输送的状态 毕竟这个管道是直通德国 就少了中间很多 其他国家锅炉费 和风险的问题 可见北溪一号 是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北溪一号的天然气输送量 就几天之内 从每天1.67亿立方米 一下降到了7000万立方米 这家伙德国这边就急了呀 你说这管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气呢 俄罗斯的Gasprom公司就说了 说哎呀呀不好意思哈 我们这边出了点基础问题 我们有一个涡轮坏了 这个涡轮呢 正常要从加拿大那边运过来 但现在西方给我们贸易制裁 可能运不过来了 所以有点麻烦 至于到底是不是 这个涡轮的问题 咱就不知道了 但反正一个月之后 Gasprom又通知德国人了 说哎呀 这个涡轮的问题 还挺严重的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 全面断气来对这个管道 进行检修 你们再忍一忍忍一忍 这几天就不给你们供气了 7月11号 北溪1号就彻底停了 天然气的供应 德国乃至欧洲 最重要的一条 天然气供应管道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停了 而且好巧不巧 今年恰恰是欧洲 近500年以来最热的夏天 不管是人还是机器 都需要能源来散热呀 欧洲本来 最主要有两大发电来源 核能和水力发电 结果因为今年的热浪呢 法国这边核电站 散热有问题 挪威那边水力发电 水库的水位降到了最低 都不得不减少发电量 正好是最需要 你俄罗斯天然气的时候 你现在告诉我 你涡轮坏了 你信不信我 这是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你看8月份最热的时候 飙到那么老高 天然气这么一切断 欧盟的处境 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本来放了一通狠话 要制裁俄罗斯能源 结果俄罗斯这边 出口不但没受太大影响 反而大赚了一笔 礼拜底把自己给坑了 你说这时候要软下来 坐下来跟俄罗斯重新谈吧 那也太没面子了 只能硬着头皮 来应对接下来的寒冬了 literally 根据欧盟的估算 冬天将会有 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短缺 如果保持正常的 天然气消耗的话 欧洲在2023年的2月 就会用光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 人家能源一短缺 价格再这么一涨 预计欧洲家庭的能源开支 将会是原来的三到五倍 现在整个欧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提高能源储备 降低能源消耗 首先最简单的 就是赶紧高价 去别的国家买液化天然气 欧盟就强制要求成员国 要在11月中旬之前 天然气储气罐 需要装满至少80% 来应对这个寒冬 虽然现在还没有统计 不过我估计欧洲 在买天然气这事上 今年肯定又花了不少冤枉钱 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像美国 卡塔 澳大利亚 肯定又在中间 赚了不小的一笔 你像法国的总统马卡龙 就已经公开指责拜登了 就说你们自己天然气 卖那么便宜 出口给我们卖那么贵 你们简直就是妥妥的双标 在一通疯狂的买买买之后 截止到10月底 欧洲天然气储罐量 已经装了94% 德国存了超过97% 法国更是超过了99% 可以说能用的天然气储气罐 已经基本都装满了 存集到什么程度呢 就10月底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一度达到了负值 就是因为那些储气罐 已经基本都装满了 也放不下了 所以也没人再买了 逼得在海上那些源源不断 还在运进来的液化天然气 都不得不倒贴前清销 当然这只是个短暂的现象 就类似的价格波动 在天然气市场 也时不时就会发生 所以也不算是什么奇闻 但确实间接说明了 欧洲天然气短缺这个情绪 是稍微缓解一点 但即使这样也不太够 因为从12月份开始 天冷了 就开始不断用气 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 天然气供给的话 即使把这些罐都填满了 也还是不够用 所以欧盟就开始去寻找 其他的能源 但你想像水能风能 这种清洁能源 已经基本饱和了 你想新建设备 一时半会儿也不太现实 核电站倒是有些现成的 但大部分也都在维修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开了电源 直接就能用的 所以这个冬天 也不太指望的上 这么里外里一盘算 就还是得回到化石能源 就又回到石油跟煤炭了 前一阵子 2021年的能源大会上 欧盟不刚喊口号说 要关闭一大堆煤炭厂吗 这一下还关什么关呀 就赶紧的把人都赶快交回来 赶紧加班加点的 挖煤运煤烧煤 就能烧出点什么火苗的 就都往锅里扔吧 这招狗急跳墙 我记得当时还遭到 印度媒体好一顿冷嘲热讽 去年你们啊 义正言辞 让我们发展中国家 节能减排呢 才一年的光景 已经开始自己赖账了 除了寻找替代能源啊 还有就是要尽量 降低能源消耗了 欧盟要在冬天 减少15%的天然气消耗 并且通过了法案 强制在能源高峰期的 用电量减少5% 你看前不久夏天 为了省电啊 这些国家 还是各种招都用上了 比如说像限制企业 空调的用量啊 或者有些电里头 你那空调只要开着 门就必须关上 还有像晚上 那LED的广告灯 都不能亮得省电 德国有一些地方 甚至路灯都关了 或者就是隔着两个路灯 就开一个 反正今年这种情况 看不清 大家也就将就一下吧 这些措施 竟然还能发生在 2022年的德国 法国 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 你就知道 这次的能源危机 对于欧洲来讲 真的是关乎生存了 不是简简单单 补贴一下 刺激一下 什么降降息 减减税 经济学家吵吵嘴 骂嘛接就能解决的了 欧盟最近还在讨论 要不要强行 去加一个 天然气价格的上限 不过这种 强制扭曲市场价格的行为 它是有很强副作用的 关键这些价格政策 更多的是去刺激需求 可能能解决一些 需求萎缩的问题 但是很难从根本上 去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 而至于那条 极其核心的 北溪一号管道 7月份断气之后 曾经在8月份的时候 有过短暂的几天 恢复了大概20%的供期量 仅仅没过几天 就又被掐断了 9月份的时候 挪威和丹麦 就发现了 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管道 有四处泄漏 大量的天然气 从海底涌出 大概率是人为破坏造成的 至于什么人在搞破坏 咱可不敢乱说 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管道 德国今年冬天 是指望不上了 所以德国民众 自己这边私下里 也开始去囤电暖气 电热毯 甚至开始囤柴火了 来咱俩从博弈论的角度 来分析一下 欧盟和俄罗斯 这双方之间的博弈 其实随着欧盟的制裁 俄罗斯的反制裁 越来越重 双方基本上已经撕破脸了 欧盟已经挑明了 说到2027年 我就再不需要你了 这一点俄罗斯也是知道的 本来双方要长期做生意 就是供给需求正常的博弈 就相当于是个重复博弈 就什么事 我不能做得太过 我得考虑对方的感受 别把对方弄太不高兴了 不能太短视 要看到未来 可这下摊牌了之后 就相当于从重复博弈 变成一次博弈了 因为2027年之后 就完事了嘛 所以这之前 我俄罗斯只要能从你这边 多抠一个子 那我都是赚 也不用再顾虑 什么面子和未来的问题了 而这种从重复博弈 到一次性博弈的转变 就会让双方的政策 都变得更极端化 俄罗斯这边 就是找理由限制供给 而欧盟那边 就是想方设法 想压低价格 基本上双方都已经 无视之前签好的合同了 这时候中东又跑过来 掺和一脚 因为这种能源危机 好像对他们赚钱 是千载难逢的好时候 所以以沙特为代表的 OPEC Class 在10月份的时候 就决定要每天 减产200万桶石油 这就无异于是火上浇油了 看来这个冬天 欧洲要经历一番 刻骨铭心的寒冬了 就像权力游戏里边 那个经典台词 Winter is coming